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看这一只相当厉害的美丽多多 前面那只 后面跟它形形完全不同的起进区 这些是锐开的 伏货跳回一点问题都没有 身翼都没有特别瘦 少少跌磅而已 好 这只神亮金刚 这么久没有跑 这只重4磅 但今季只有两个大闸 又回到重发养 慢慢做回 跳完这货 没跳过 看看这只美丽精神的试集 中档位置是电路3号 在他们两只后面四通八达 美丽精神 今次的赛前部署 我都觉得有点奇怪 高东来那些跑开 两个礼拜就见 三个礼拜都来 再不是四个礼拜试一个集都跑 他又不是 他试了三个集 休息了一大论 但其实三个集 我都觉得他差不多 走势中中停 四通八达也是 几个集都逼一下他 他又不是追得很厉害 我都试过这只美丽精神 他这么久没有跑 他报过一场11月14日 那一场报电路3日 那一场千四 但我再看他近期跑 四集 至少九成 出集都不快 再来就是这只初出的76分 明月辉煌 我觉得这马国台型 挺吸引到自己 但当然力度不足 还有可能还在摸索配备 偉达通常都喜欢转 只是礼拜一戴个眼罩 然后申请了外边戴眼罩 所以戴眼罩 跑大只 好像还没收身 没什么线条 这只就标之未来 真是好东西 真是厉害的 其实这马 来地即赢 上千四差一点 不受阻 都现在保持进度 另一只初出马 这只三岁转一转 73分 刚才那只明月辉煌 76分 那些脚 对 摇半斑的马 直到直路都被骗了出去 在他旁边那只是黄炸 那只马就试得好很多 他就一直折腿折腿 但那只马也没有特别换腿的动作 也有些拖来拖去 回到香港 都见到他有跳 拍跳还是一般的走势 先让他得到一些经验 十一月尾回到香港 然后应该考了个眼罩 走去弹杂 眼罩靠抄鼻枯 这些配件 刚才你看到他转弯 用他的脚 试杂 我都一般 经常出习慢一点 在后面 好 又看看这一对拍跳 之前也看过一货 是埋门一点 这些货是五毛照 都是军达星出面 里面捉金好球 但其实才不同了 反而这些货 仍然捉得漂亮一点 去埋门 但潘顿感觉太行 好 粉刀重心 我只是觉得他很长身 好像有些笨顿 没什么爆炸力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希望他慢慢跑好些 仲宽兆继续都报1400米 其实他上次都接近的 仲宽兆 跳过神粗 是比较吸引的马 但是这个马的僵口 不是那么容易操控 今次会用了8米高 好 川河明区 那这些会不会有些突破呢 因为上一次这么久不跑 他真的有得充效 不过当然了 他现在又回去重化 再做过 有拍草地 接着又试了这个泥杂 他都挺肯追 那当然了 这些可能还要时间 多些适应 他会更加好的马 来的 回到香港 都还有很多货 这货试集 已经下了开逢眼罩 那希望临场再定些 那应该有作为 那么快可以跑得好 是的 而且你看到他现在 都没算是很漂亮 这只川河明区走过 他的步可以再熟一点 和可以柔软一点 身亦都可以再拉得漂亮一点 那这只能拉得柔软一点 这些脚用得好一点 我真的有点怕不极光 不是不厉害的 不过射嫌他 好像过分用力 然后你再看上一次 都好像没有参与 那是怎样 这一只幸运传奇 近期快跳 我觉得他真的又再进了一步 状态水平 拍跳都很厉害 拍那只梦想成金 单跳都不懒 他拍那货真的都不惹小 好 这只就是有说有少 其实有说有少 我觉得和另外一只PP 苏惠賢今次有份跑 都差不多 安逸宁静 就是叫做稍微顺一点 看完十四号的无心睡眠 季初博过 但后来博失了 结果好像都由头做过 回去重化 让他回回回回一轮 全部慢功夫 接着 最后连赶两个杂 出来跑 当然你在重化 试这些杂 其他几只側身马 都是欺斯的马 四只都是欺斯的马 当然不够他试 他的姿态都是很轻松的 但我想这些马都先適宜看一看 其实他的功夫 就算是重化也好 他都是慢的为主 你可以看他跳的 他都打到他很慢 接着回到香港才拍一张 是否不睡 整天不睡觉 好像磅这么低 对 比之前低了一段 看这些后备一的马 近镜 宇宙英雄 转弯已经不顺 马拉的想走出去的形态 转了头 捕得出都不怕他 试试这场马 他有可能捕也未定 好 外面那只纪利红星 前面那只当然顶不住 整天都这么重 纪利红星 上次不知道为什么跟不上 但是跳真的前所未见 那么主动 对 近期拍跳科科都很聪明 一点都不烂 那只纪利红星 之后就再算了 如果补得出 那说回这一场第六场 3T的尾关 我觉得其实最稳健 应该是一号马的美丽多多 他其实情况 始终刚刚那只电子群星 又是什么重磅 那你就不要拼他WIN 你觉得他什么重磅会吃力 三甲一定要预回他 这么好 赛职依据 不是近能 角能 也都很聪明 挂着近能 接着另外 川河明区北极光 都是考虑之列 但是不算很稳健的选择 12号的幸运传奇 我想他今次转眼罩 可能会想自己放回头 都不定 上次我留意到 罗富泉这只马 就跟马跑 但是结果 效果不算很好 看看今次排外当 可以尽快杀到来 应该的威胁会比较大 就是会赢就是会赢 美丽多多 人家真是四星三 应该没有掉过奖金 四星三之后 一路有奖金 有一场第五 跟着其他一路都 飞冠就职丫了 那你真的有什么理据 说人家不好呢 那你很多东西 要看临场的了 究竟那场地有没有追 还是 究竟好像阿康所说 幸运传奇 如果转了个眼罩 拍下去 那只梦想成金 在外面过去 大家都不黄多样 我都觉得 幸运传奇 一向都懒 但是今次 我都比之前醒了 但是要利放才行 如果你不利放 也都要有合理的赔率 因为你转配比 所以你到时再执这件事情 标志未来 其实都有权赢的 那你真是 美丽多多这样赢他 人家第一次 跑沙田七四 在香港这只马 那真是比较少少阻了 我觉得 他不是特意去弹了个杂的 今次的标志未来刀 判明辉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 又给回去跑 我可以 执回去这只 至于那只捉金好球 就在林场再看看 这马刀有时候很急的 还有其实在外地 都没赢过 这只马刀 相比川罗明区 我觉得川罗明区更好些 第六场赛事 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儿 明月辉煌的肺 Fast Network登塔岛 这是马香港的大族 虽然去到上季 这只马子字的数目 开始减少了 由于登塔岛年纪 都渐渐大 但表现就没什么走样 今季 加州雷电 加州海哥 两匹加州赢过马 另外精彩用事 智聪明 亦都赢到马 这只马 来到香港多年 其实都很早熟 大部分的指示 个别有些跑长途都可以 至于明月辉煌的母线 留意 有很多好马 因为明月辉煌的母系 Sunday Joy 周日狂欢 就是他了 是2003年 颜色尼仗树赛的冠军 他曾经生过一匹很厉害的 痴马 多高兴 多高兴 我们早年的预龙直播赛事 经常见他 前澳洲中距马后 曾经赢过21场赛事 由11米赢到2000米 最高竞赛成就 唐家士打一里赛 和女王伊利莎百二世锦标 他都赢过 是多项一级赛冠军 而其他母线家族的成员 还有周二狂欢 这一批就是 前色尼宝马錦标冠军 以及粉而威 亦都赢过 色尼葡萄圆玉玉马场錦标 这个母线家族 近代梁驱背出 所以看了父母两舌 明月辉煌 性能挺广泛 初期跑短途没问题 跑到中距离赛 或者长路程的赛事 他一样适合跑 泥地赛暂时根据不算很多 不过由于外公是Sunday Silence 周日宁静 看来适应到泥地赛的机会都高 明月辉煌来香港之前 在澳洲色尼 上去阵九次赢了四场头马 四次赢马途程 大致上都是中距离赛 由15米赢到18米 四次赢马 都是右转赛道的赛事 直路赛他还没跑过 韦达马房上季开仓 一出即食马有三匹 说来说去到这几匹 就是超能力 辉煌心 和量化宽腾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暂时未见到有初出即食 或者初出上到名的韦达马房初出马 明月辉煌今年7月11日 在澳洲色尼的玫瑰光马场 赢过一场15米的赛事 这场赛事他当地第九次上阵 第四次赢马 这场是一场指标评分74分的洋赛 当时的骑士罗里亚炒饭哥 镜头看到在前面 内档蓝三白交叉那一匹就是 虽然不断打险性 但这场赛少要留意 他背了131磅 什么磅比较重 二三名的马 帝名那匹和他斗那匹 之后在当地赢了两场头马 转一转的符 是Gutterfan 很新的总马 Gutterfan 服役的时候 在欧洲跑的马 曾经在英国和法国两地上阵 赢过四场头马 赢马途程 介乎1000米到12米 四场头马都两岁的时候赢 最高竞赛成就赢过二级赛 至于转一转的武系 Lorman的女儿 还没上过阵 武线家族的成员 近代那些中短途马比较多 但个别有些跑长途很厉害 因为这个武系家族里面 有一批斯洛奇 德国打给大赛冠军 跑到长的路程 还适合跑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这批转一转 虽然是短途马多一点 但不是完全没有长力根据 跑到14米1 甚至长途路程的赛事 他一样应付到 转一转来香港以前 在爱尔兰上阵四次 赢他一场投马 赢马的仗是千叶马的直路赛 右转赛道的赛事 他还没跑过 姚本辉马房的初出马 虽然他上季是冠军连马师 但一出即逝马他就没有 但初出上到名的马 都有两匹 他们就是上膠和团结力量